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荷里胡廣場主辦 《太陽飛馬合辦》的 《觸夢起飛足球展示計劃啟動禮》 在父親節舉行 出席的主題嘉賓 就有太陽飛馬副主席楊素梅女士 以及總監卡老師 另外當然還有幾位太陽飛馬球員 在啟動禮中 卡老師和唐建文分享了他們自己對足球的夢想 其間也簡單看到整個《觸夢起飛足球展示計劃》的內容 為隆重歧視 就邀請了藝人王翠宇作為啟動禮特別嘉賓 他帶談自己對今次計劃的看法 來到這個原定球場 當然要試試王翠宇的腳法 而太陽飛馬就派出金寶 由於王翠宇和鄧景王和他比試一下 原來王翠宇的腳法一點也不差 我感覺到了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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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GO 這麼開心 總之我又做隊友 比試完畢之後 卡老師就相信因有王翠宇英文領的太陽飛馬球衣作為之者 最後在太陽飛馬副主席楊素梅女士 以及荷里活廣場代表的大令之下 將球拋高 代表足球展示計劃正式啟動 究竟太陽飛馬為何有這個構思呢 聽聽卡老師怎樣說 其實 怎樣給他們一個夢想 以前我自己有一個夢想 我實現到 我可以有這個機會 我希望 真的有機會給他們 有一個夢想 其實這個計劃裏面 其中有三支 慈善團體裏面的訓練班 亦都是我們太陽國際體育會 一直支持他們的訓練班 我希望 除了在日常的訓練班裏面 真的有機會給他們 例如在一個商場裏面比賽 因為這些都是一個經驗 如果真是突出的 有一個好的球員 真是我們再特別有一個獎勵 包括一個眼界就是他們出國 我希望真是可以多些小朋友 經過在一個訓練班裏面 拿到一些機會 真是拿到一個夢想 而對於小朋友來說 這個計劃 就有更多平台 去接受正規的足球訓練 不可以令他們多些機會 接觸足球 去認識足球 接受正規的訓練 可以讓他們有機會去比賽 跟其他小朋友去切磋 這是一個很好的好處